平常我们觉得煮面就是煮面 大家都会 但是这位师傅他到日本去学乌龙面 学到了注重细节的精神 包括面的厚度要几公分 包括下面时的温度是要几度 都得要讲究 下面是最成功的 第一个如果太少水分不够 如果太拧的话水太多 像这种有连在一起的 就这样子 为了做出Q弹有劲的乌龙面 之前不知丢掉过多少面粉 即便有20年料理底子 现在是乌龙面专门店的老板兼厨师 周运昌对每一个细节 还是像当初入行一样 兢兢业业 28度熟成完了 也是要再压面 压完面再放冰箱 18度20个小时 一样面是让它的筋性复苏 更有Q度 对对对 这跟我们在揉面团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 烂面团都是比较软 乌龙面非常非常的硬 对 它的乌龙面制作过程相当费工 经过熟成的面团压制成面皮 光是加压这个动作 就很讲究学问 我们第二次熟成压面的时候 我会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再进去压 这个动作其实在学校不会有教 它是就很直接的制压面 可是我把压扁再把它卷起来 这个动作是让面的扎实感更Q弹 从小对料理有兴趣 22岁那年 周运昌放弃汽车修护工作 改到饭店当学徒 接触了几位日本师傅 对他们处理食材的讲究细腻 留下深刻印象 两年后 对方鼓励他到日本进一步学习 他打工 向亲友筹钱 背起行囊 在日本一待98年 每天一大早 五六点就要起床 然后开始忙忙忙忙 忙到中午 甚至可能是简单的 蕎麦面站着吃一吃 就马上要工作了 然后工作到晚上11点才收完 等一下休息的时候 已经回到宿舍 已经是12点多 日复一日 日复一复日 这样子两个月时间 我整整瘦了快10公斤 一路从语言学校念到日本 调理师专门学校 在异乡打拼 辛苦不在话下 周运昌从小在澎湖七美渔村长大 困苦的生活 再加上父母早逝 让他特别愿意吃苦 而日本职人的拼命三郎 也让他受到启发 我觉得从日本人身上 我看到他们对自我会牺牲 牺牲小我完成大五 他们会强调是一个团队 就没有自我 没家事 没背景 他得比别人更努力 靠着打工在日本撑了下来 奖学金和第一名毕业的荣耀 没让他停下学习脚步 决定回台湾开乌龙面殿之前 周运昌再度到日本进修 我在乌龙面学校 第一天进去到最后一天 我都是第一个 在教室报到的留学生 当时候所有的学生 大概都是十点到 我八点就到了 我比一般的学生更认真在学 细节是成败关键 为了把乌龙面特性 钻研到极致 他念了两间日本乌龙面学校 想列出两种制面方式的优缺点 像这样这个就完成了 这很漂亮 因为在战骑制面 它熟成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可是在大盒制面 它熟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加起来的话 将近二十几个小时 一间着重熟成时间 另一间强调的是面体的加压次数 融合了两大派别的制面优点 周运昌带回独门技术 开启乌龙面专门店 每天只推出现点现做的新鲜手打面 一个面团的产生 要历经三个复杂阶段 至少三十个工序才能完成 现在这个动作是擀面的动作 除了基本的压面 五次 五次 十次以外 最后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还会再压 在日本那几年 周运昌发现 料理的学问不止在所谓的技巧 职人 实事求是 要求精准的态度 才是把事情做好的关键 好 宽度就是四点五 好 然后量它的厚度 三点五 今天做面的人 它的厚度一定要在三点五 有人问我 你们正副值 我没有正副值 一定要在三点五 那时候三点五OK之后 就像今天这样子 这样客人每次来吃的 口感会都一样 对他们来讲 这算是 不是正餐 可是当时候我听到 我们校长说了一句话 他说乌龙面在国外 对他们也是正餐 是朋友跟家人聚在一起吃的饭 所以那时候我就 大概了解我自己的定位 想扭转乌龙面 没有日本料理讲究的观念 每个小地方都得下功夫 像是汤头 就是乌龙面的灵魂 它是整个满满的昆布 满满的昆布 你还可以看到它的黏力 你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氨基酸 它会让整个面很自然的味道 没有人工的味精 为了做出适合台湾人 不太重咸的口味 它在温度和食材里反复试验 现在应该是六十几度七十度 要煮到八十度才能放 我们一开始不是十分钟 那煮的温度当然是 这个是学校教我们的基本 那至于昆布要分多少 柴鱼片要分多少 这是自己我去慢慢去调整过来的 在清淡当中有甘甜的回忆 要忠实呈现赞起乌龙面的风味 钟韵昌坚持原物料都从日本进口 当时为了开店 她卖了房子筹创业基金 太太也辞掉工作陪她打拼 先生的执着她感受最深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我们当时 因为乌龙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主角就是深海盐 那我先生当时 为了要开这一家店的时候 他为了一包赖乎内海的深海盐 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如期的开店 各项的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包括我们那场的师傅 延后开店的租金 人事成本都在烧钱 店还没开张 压力指数就破表 但周韵昌只想着怎么把事情做好 现在你看中文又要好拍 因为你不拍掉的话很太厚 杀的时候它也可能会 那个厚的都会掉进来 所以那个丝粉就没包好 周韵昌以前也开过日本料理店 跟着他八年的足地 原本也对转战乌龙面事业感到困惑 师傅用实际行动让他明白 其实没有哪种料理比较高贵 只在于你用了多少心 现在粘这个主题 那个虾纸 尾巴要抓好 尾巴要把它张开 然后现在开始拖虾纸 这样子拖的话 虾纸才会直 有些东西真的在做的时候 就是一些微小的差异 你才会知道说 总结到最后 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你从一开始的细节 基础 一直到后来 擦一镜才变成第一档 现在徒弟也成了副料理长 和师傅一起肩负 教育新进人员的责任 他们用成果证明 学习的过程也许痛苦 却都是你成长的养分 那整个立起来 竖立起来 不是整个趴趴 这个叫做山水排法 后面是山前面是水 所以后面要高前面要低 我想呈现第一个 乌鸿面的一个差别化 在汤头 在整个产品 我一定要做自己的定位 走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自己有 不管冷面 在热面 在汤面 在热拌面 而且我的菜单 是三个月放的菜单 因为把多余的面 比较短的甩掉 然后我要让面伸展开来 每个动作都有它的道理 就连面条在锅里翻滚的姿势 也必须讲究 把面放进去 它发自行 那面能够伸展开来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对折 切完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痘折的地方 也因为过程繁复 一碗面从无到有 至少15分钟才能端上桌 有面 你看 这个都 你看我会有白白的 所以就是面 那这样把它洗 洗一洗之后 让它降温 冰蒸完喇之后 还要放秤秤过它的重量 之后它的时间 必须加起面的时间 必须要跟汤面的timing 要做在刚刚好 所以光是面跟汤 还有我们的配料 要在一起呈现一碗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 琐碎的一个过程 好东西值得时间等待 Q彈乌龙面的诚意 和摆盘的创意 为它留住了许多客人 海浪麻糬 麻糬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定用日本的 因为它的口感是比较扎实的 再来虾子的话 一般我们看到 这是一只两只 那我是觉得五只 那个整个视觉的震撼 再加上我们是用那个 炒虾是比较甜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整个颜色的跳脱 再加上这种拌面的文化 在台湾是比较不多的 在创业的路上 他始终记得 在日本餐厅打工时 料理长说的一句话 日本他们店长料理长 说一句话 他说韵昌 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他是台湾人 在语言 在工作上 他跟我们是一样 现在的辛苦 会在日后看到成果 像个传道人一样 把所学发挥到极致 道地的赞起乌龙面 是周韵昌梦想的起点 也让他找到 身为料理人的自我价值 不论是工作 像煮一碗乌龙面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点点第一的美学 其实用心的态度 可以让一切变得不一样 一步一脚印发现去台湾 我们下礼拜再见 可以尽管和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